朋友的这个offer他啦,就是给他一个投资的机会 他就这样出一个十千块,一万块来投资云顶的这个客房的投资计划 那么朋友就答应他说每个星期,每个月会有客观的这个回酬 那么只需要一次过投这个一万块,然后就每次可以有这个回酬了 这样他在相信朋友的情况底下,他就给了一万块朋友去做这个投资 然后可是一直迟迟,他朋友完全好像没有消息这样子 那直到他追问朋友的情况底下,才知道原来是他朋友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回酬了 那么后来他们在约出来见面,就立了一个合约 就说会把那个钱还回分期,这样子的还回给这位原姓的氏主 那么这个朋友呢,在立了合约之后,就消失无中了 那据原先生所知呢,除了他以外,还有不少的人 都中了这一个这样子的投资权套 都是同一个人金手 都是同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朋友金手 那么他这个朋友呢,甚至连这些 那今天热铃人士,没有收入的热铃人士也不放过 那重死是从几千块到几万块的投资 那么今天他,站出来的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说,他也觉得这个朋友呢,应该是逃掉了 那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再做同样的那个伎俩 再继续的诈骗 那今天出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媒体 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诈骗的手段 在市场上,那么尤其是他也相信这个人呢 还是继续着用着同样的这个伎俩 继续骗更多的人去做所谓的投资 尤其是现在政府也跟他开放 又允许了这个旅游的部分 所以他答应会有更多的人会受骗 我让严先生去讲整个事情的经过 可以详细的告诉他 在去年差不多7月多的时候 我就搬了屋子 我就搬过去,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 PV13 这个自动留恋 然后我就认识了我的屋子 我就说这个骗了我的人啊 他的名叫做 Chong Kok Hong 他就表现得很热情 过后他就博取了我的信任 过后他就跟我讲 哦我在云顶做工的 我在云顶做一个 Loyal Department 我也不确定他的身份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就博取了 有营造出一种他是成功人士的形象 过后他就跟我说我有一个 门路就是说我在云顶上有一个Loyal Department 云顶现在刚刚开放过后我就 就可以说买一次过买他们的一个类似说 客房这样在sub出去住 他就说 他跟我说不能这样了 你拿一万块出来我们一起合作做一下这个生意 赚一下,然后你的回酬 是每个礼拜五都会给你的 然后他回酬 就是看收而定 怎样都会有一百到几百块 一百到七百之间 这是他说的 过后呢我就相信他 那时候我也是 就认为这个利润很高 这个礼拜有一百到七百 等菜就回本了 我就投资 我就相信他 我就拿回 然后这个市主也是 我后来我就死去想了 我是觉得很奇怪 他要我不要bank给他 他要我用现金 交给他 所以我就在分别两次现金 五千五千后就交给他 过后他就领了现金 结果就一次一毛都没有 都没有说给我任何的回酬 就当没有这回事 一直跟我说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重复那些故事就很难 概述了 过后我就在 12月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能够再等了 我就说你要给我个答案 到底是什么情况 亏也要亏的一个明明白白 然后他就没有给我任何人 的情况 他就也就说 就是好像 Rota Plata这样把本来绑去 过后我就没办法咯 我就 那时候我就很生气 找他讨了哪个礼物 过后当天在1月4号的时候 1月4号就 联合了屋主 原来他也欠了 他租那个屋主 他也欠了屋主很多的租金 完全没有还 没有还 他就没有还 所以我就联合了屋主和他 抓他上去 Star Park的警察局报案 然后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 警察在全部在他要脱身的情况下 他一定要 就是要有一个一定的行动 他说他没有钱 这样警察就给他一个 你没有钱你讲你怎样还给这些人 你的确是欠他们 你要还 警察的帮助下就跟我说 就逼他 不是逼 就是 谈完了整个内容 怎么还怎么还 几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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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写到清清楚楚 包括我的户口号码 全部写在这边 他签名我签名 还有 另外一个屋主签名 就是说 这个Agreement是成立的 时间 地点还什么都有 包括马来西亚的Standik 全部都有 过后他就签了 过后 他在一月份 就翻走 就是 大概是15号左右 他就翻走 翻走过后 我们也就不要 你签了 我们就等你还 他就 现在电话也不听 什么也不听 就是好像人间蒸发 然后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边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 怎么还 还钱 2月你要还我 还另外一个副主 另外一个市主多少钱 我多少钱 3月你要还多少 4月你要还多少 分三个月还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不了了之 然后我也可以 这么说 我好像之前 怎么称 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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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先生说的 他 感觉上这个人很不简单 他 因为我在网上搜索 可以看出他这个名字 收过这样的钱 去骗过这样的人 可是 那个是网上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准不准 他是同名同姓 哦 同样的伎俩 呃 变一点 变一点 你在网上看到的他是 所以 然后有些就是 我们可以拿那个免费的客房 OK 我有办法拿到便宜的客房 然后刚才来 你可以在楼下找那种 很多那种的 哎 你要租房间吗 那边 印顶开200 我租你100 就好 但是我的本钱可能50 可能免费 他说我有这方面的 路 对 我有门附近去抓 在 就是 他说他在印顶 很恐慌的是他讲他在 云顶 有这方面的门路 做花路也好 做这个也好 他说他需要 一笔资金去启动吧 他说他也在赚赚着 他就靠这个生争 所以 他的那个 一万块的 在你身上拿着 一万块的投资 除了是客房以外 可能是拿去放账 也可能拿去做 另外一些所谓的 灰色的那种 对对对对 他跟我说 就是有这样的收入 我也相信他 然后他就 他会营造的 会有客标 而且也想起来 他就早有预谋的 就是说 他要我不要费资给他 他还要拿现金 他要用现金交给他 可以欣赏这个是有一个阴谋的 在骗你 我也 我也不老 我也被 对对对对 然后我也就是 心里贪的情况下 就这样不要骗了 所以当时你的确是 承认你自己是有那个贪 贪也有贪 就是贪 他会掉掉 就是贪我们 他会掉掉 这样的情况 就这样 你觉得 你原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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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